寶寶師吃飽的 今天要為大家來示範的料理 是口水雞 是以前呢 皇帝半夜回去沒有東西吃啊 那個爐子呢 不爐子 廚子 廚子 他已經沒菜了怎麼辦呢 他就把剩下雞肉呢 拆拆 做一些醬淋上去 皇上呢 吃了一次 他就說 這個料理我平常沒有吃過 那麼好吃 讓他覺得流口水 表示很好吃的一個意思啊 後來呢 這道菜啊 就慢慢的流傳 我們自己在家裡 要怎麼做 跟著我的腳步來做 準備一鍋水 蔥 是去腥 還有薑片 雞肉 這個應該是要用去骨雞腿排 或者是說 待會把骨頭去除掉 以正常來講 就是整隻的雞放下去 整隻的雞大概是三斤半左右 用這種方式 放下去 上蓋 滾開來 大概是10分鐘 到12分鐘左右 就可以關火 燜個12分鐘 煮多久 燜多久 好了 這裡煮12分鐘 燜12分鐘 紅蟹把它拆肉 這個防土雞啊 會比較Q 我喜歡讓客人吃到沒有骨頭 家裡的小孩呢 牙口不好啦 或者是老人家 比較不會扎到口 其實是給皇帝吃的 對啊 皇帝吃的 你也可以當皇帝啊 我在家裡當皇帝 當了好久了 師傅在家裡地位高 很高啊 拜託 倒垃圾啦 拖地啦 好 最後了 好享受喔 其實我們待會要炒個豆芽放底下啦 我不知道我現在排這麼整齊要做什麼 雞肉已經處理好了 我們待會做一個豆芽鋪底 然後再做一個醬 淋上去就完成了 這個豆芽你可以兩種選擇 一種是穿燙 我今天想要讓它更香一點 我用炒的 加一點點高湯或是水 鹽巴 胡椒 炒豆芽 記得要炒豆芽 一個關鍵就是要大火 像這樣就可以囉 你不能炒到太軟 它會有一點脆口 對 雞肉 把它鋪上去 像這樣子 接著我們來做醬 香油 大紅袍 我們煉一點點的花椒油 煉油就下了 一定要冷油 然後小火 花椒油呢 要讓它的味道出來 一旦呢 你用高溫的話 抱歉 它已經變苦了 很多的好朋友呢 平常有上我的課啊 但是呢 你一定要 實際操作過 你才知道 炒到啊 它整個香氣出來 這樣就行了 現在要把它炒成醬了 蒜頭 辣豆瓣 芝麻醬 你要讓每一個食材呢 讓它去散發它本身的味道 而不是全部把它攪攪下去 辣油 米酒 加一點高湯 薑絲 辣椒絲 來一點糖 緩和它的辣 青蔥 最後加進去 菇醋 加一點點的香菜 好 來把它淋上去 哇 真的啊 讓你流口水 這一道啊 雖然步驟蠻繁鎖的 但是我們每一個步驟都要交代清楚 雞肉也好 帶骨不帶骨都可以 在一般來講 你看到的都是拳雞 今天我用的是雞腿 我們最後把骨頭拿掉 最主要就是醬汁啊 你一定要炒鍋 練一個花椒油 最後淋上去 試做看看吧 不要老是看我表演而已 自己動手做看看 下禮拜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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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